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讲啊 来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长长跳跳别把脚帅 别看样子怪 其实我很乖 怪物身上乐开 天上玉地天然呆 得古拉伯爵他很宅 龙王爱看连续剧 女巫用水晶求点菜 霍尔云怎么又死机了 猫王英雄爱捣乱 每次都会被打败 其实我是个好人 谁信啊 来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魔法先说才一才 别看样子怪 其实我很乖 怪物身上乐开 坏 变了夜班表上还有我 尊老爱哟都忘记咯 哎呦 这里不让停车 没看到吗 哎呀 看看看看 伤害植物的生命啊 简直 我得抱着 把这伪章车辆拖走 诶 闹闹 谁 谁在说话 嗨 你好 你 就只有你 车主呢 我 就是车主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大洋彼岸的 乌七妈糟说不清楚国 的王子 我的名字叫 理查德 就算你是什么鸟王子 在我们这儿 也不能乱停车 我就是那种 在童话故事里 受了诅咒的英俊王子 在晚上恢复帅哥模样 白天却是一只 忧郁的白鸟 当然 也是很 Hand Summer的鸟 你放心 等我晚上变成了人 就会把车 摸喂的 难道你不觉得 我的车停在这里 令你们整座山 都变得不那么 寂寞了吗 喂 Come on 给点反应好吗 我在等你变成人形呢 我说过了 OK 到了晚 没错 现在就是你所谓的 Night 因为我的时差 还没有倒过来 Oh my God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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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真的假的 即使是王子 也不能乱停车 在我们这里 要守我们的规矩 Fine OK 你说了算 那么谁愿意帮我去把车挪开 谁帮我把车挪开 谁帮我把车挪开 车就归谁 丢人 真丢人 穷人 抢什么呀 王子 王子殿下 安心地住在这里 当自己的家 千万别客气 我不会住太久的 Don't worry 只要Wendy法师解开了我的诅咒 就会立即离开这里 不会白住在你们这儿 费用我会按照清醒去酒店价格 Pay phone 王子殿下 请让我带您回房间休息吧 住我的房间 床单全部新换的 请给我倒杯Milk 45度 半包糖 养木糖醇的 我需要一个Good Sleep 调整时差 马上就送到你的房间 都是失利眼啊 不能这么想 土地公公 每个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钱能帮助我们实现这种愿望 我只是后悔没早点帮他挪车 下手太晚 都是因为时差还没有倒过来 So变不成人形了 Wendy法师呢 怎么还没来 去找过了 Wendy法师去找草药 要过两天才回来 我一天都不想wait 我要立即去找别的法师 算了 我要走了 既然没有解除我的诅咒 原本打算给你的五千万投资 Forget it 你说什么 五千万 嗯嗯嗯 耶 我原本打算用这个来感谢你们帮助的 But no 算了 不能算 一定不能算 我马上去找Wendy法师 保证一小时以内将它带回来 呸 呸 这樱桃是什么时候买的 码 尽早从山下买回来的 你昨天说想吃蛋糕 我连夜做的 What 都不是新鲜的 是新鲜的呀 早上五点多才做好的 我从来没有吃过放了这么久的食物 在家里 我所有的饭菜 隔翅最多不会超过十分钟 这样的饭菜吃到肚子里 会对健康产生很大的危害 You know 我想把它吃掉 这样吧 狐狸 你现在立即去重做 做好后马上端给王子 这是 这是我刚刚倒好的水 而且温度控制在45度 您最喜欢的水温 这个水里有浓浓的杂质味道 不是纯净水 一点都不披露 我受够了 你们这里的服务员怎么这么大脾气 No good 您得原谅他 他当服务员还不到一天 还没那个意识 没有经过18道工序 过滤循环的水我不会喝 一点都不害我得 好吗 去 立即给王子殿下循环干净 牛头 你干嘛呢 我给王子循环水呢 狐狸 你疯了吗 老大 不是我疯了 是那位高贵的王子 直诊松软的 弹性好的 被砸过108遍的枕头 还要到阳光味的呀 五千万投资 这些要求不过分 怎么这么慢呢 实在不好找 周围群山环绕 我一分钟都没休息呀 下次快点 OK 这种办事效率 这种办事效率 让人怎么放心给你投资啊 来来 我还是先给你解除诅咒 如果你帮我解开这个诅咒 回国后 封你做护国大法师 并且送你一个大金矿 马上开始 马上开始 看 我就说他是个骗子 你的魔法靠谱吗 我没有用错呀 怎么回事 你没有用错 是这样 我得罪白鸟膜之前 还得罪了野兔块 所以你得先解除这层魔法才行 一点都不奇怪 来 再来 过来试着解除这层魔法 那个 我也得罪过一只兔子精 问地法师 继续吧 兔子精的咒语 我能解 到底还有多少层魔法呀 下次他再让我砸枕头 我先把他变成狐狸 对 还要变成蛇 不行 我们家族可不能有这样的人 坏名声 变成牛粪不错 还可以养花呢 这怎么回事 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这是最后一层了 解开这一层 我就可以变回人了 到时候 让你们都败倒在我脚下 这样讨厌的人 再帅我也不喜欢 狐狸 你成长了 那是 我就是选牛头 也不会选他 这话怎么听着不太对劲 快点 快点 别偷懒 快给我施魔法 他今天不行了 太累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真没用 喂 你有没有任性啊 人家累成这个样子 你一点感激的话都不说 我会付钱给他的 用你管 你 一个人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尊重别人 即使他的身份再高贵 也掩饰不了他品质的低劣 半人半妖的怪物 没资格和我说话 你 老大 不好了 王子被猫王和英雄劫走了 那该怎么办 那种人 劫走就劫走吧 太难伺候 猫王要愿意就交给他了 好嘞 我睡觉去喽 要我说 最受大家欢迎的同事 他必须很有修养 有风度 他要脾气好 喜欢帮助人 有好处都让给别人 他还要 聪明 不多话 能够保守秘密 还有有很多兴趣爱好 热爱生活 热爱吃 这个 可能会吧 太难了吧 太难了吧 这世界上 果然没有最受欢迎的同事 这类生物啊 天空蓝宝石 云朵棉花糖 大树都活了一千年 会说话的猫头影 住在树上 啊 这就是怪物山 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走遍了世界 我才知道 天堂一直就在我身旁 梦里的一直是故乡 帐篮 我宝炸 帐篮